徐福记究竟是什么神仙组合 主打一个相爱相杀 这天徐奶爸边给福宝喂小苹果 边叮嘱他外面天太热记得回来睡觉 开门放他出去前又忍不住唠叨了几句 福珠珠则用无辜的大眼睛看着奶爸 并点了点头仿佛在说自己听懂了 不过福宝话虽是听明白了 但问题是他不听话呀 在外场溜达了几圈开开粉丝见面会 就直接躺在太阳下睡成了小熊坛 担心福宝中暑的徐奶爸赶紧收猫 可无论如何呼唤小福都已读不回 任凭奶爸喊破喉咙也一心只想睡大觉 可以说完全把对方的嘱咐抛到了脑后 不过徐奶爸如今也不是好拿捏的柿子 扭头就在镜头前曝光女明星搬家后变懒了 刚开始几天因为要适应新环境比较活跃 福宝做标记做的屁屁都要冒烟了 可发现院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是自己的吼 福宝就彻底放下心来直接原地睡大觉 至于为何福珠珠不搭理徐奶爸的呼唤 或许只是单纯地想拿捏对方 都知道福宝回国后并不会掰竹子 倍感无奈的他还曾尝试民间科学 虔诚地举起竹子嘴里念念有词 天灵灵地灵灵竹子自己断形不行 而在采访中金牌经纪人徐奶爸 表示不同长度的竹竿其实就是食物丰容 福宝虽然没有完全学会但会动脑思考 如果你千篇于律地给他同一个尺寸的竹子 他也就只会一种吃竹子的方式 你长长短短的 他可能就有不同的采食的技巧和方法 你可以说是食物丰容 他会动脑去想这个竹子该怎么弄 对他们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就顺其自然地观看去欣赏大熊猫 感觉徐奶爸和福宝搭伙过日子后 摄恐症也被国际女明星给治好了 前段时间徐奶爸去照顾了别的小熊 虽然福宝身边也有帅气的谢奶爸 但当闻到徐奶爸身上的陌生气味后 福猪猪还是吃错了直接生胖气 卑微徐奶爸低声下气地哄了很久 才终于把小福收回内舍 并贴心地安排了果盘和按摩服务 舒服的福宝立马忘记先前的不愉快 不过直男徐奶爸前脚刚哄好扶猪猪 后脚就趁熊不备为了磕去虫药 这难吃上头的味道令福宝口吐白沫 随后夺门而出委屈巴巴地坐在墙角 再也不和徐奶爸天下第一好了 果然直男的操作永远想象不到 看来福宝爱拿捏徐奶爸也是有原因的 不知徐福记组合还能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灰宝究竟是什么搞笑熊 简直就是熊猫界的夏拉如 都知道灰宝过生日时得到了辆车车 母女三熊都对这个礼物喜欢得不得了 这天灰宝正趴在车厢里面快乐玩耍 爱宝走过来被突然探头的光君下意激灵 下意识就要轮圆了胳膊抱走熊孩子 灰宝立马担惊受怕地捂住小脑袋 并小心翼翼地抬头观察妈妈脸色 这模样简直和夏拉如一模一样 并且作为一只实打实的妈宝熊 灰宝主打爱妈妈就要爱她的一切 直接爱宝正蹲在床边无骨容 守在下面的光君直接用叙叙洗澡 甚至还顺手抹了一下脸蛋 就是说放眼整个熊猫界都相当炸裂 而满头满脸都是叙叙的灰宝 还屁颠屁颠地跑去跟妈妈贴贴 结果直接被爱宝一拳锤飞 爱马之拉他孩子谁爱要谁要 此外当爱宝到青团的时候 灰宝则熊熊碎碎地跑到妈妈身后 用小手扒拉新鲜热乎的青团 就是说这一刻终于理解了 啥叫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海 并且灰宝跟姐姐们也主打一个反差 如果说大姐福宝跑起来像小猪 那灰宝跑起来则像兔子 如果说瑞宝是宝家族唯一文静的孩子 那灰宝则一天到晚都忙得乱七八糟 这天光君搜一下想要跳上木甲 谁料没杀住车直接表演原地消失处 耍帅失败的小家伙有些尴尬 小腿使劲一根孤勇到爱宝身旁 见兮兮的小手不断往妈妈脸上招呼 结果被不好惹的爱女士一顿教训 有这样一只不省心的熊孩子在 难怪爱宝每天愁眉苦脸满脸憔悴 原本爱耶波正趴在木架上释放魅力 绝美的容颜迷的姨姨们神魂颠倒 谁料当看到灰宝来到自己身边后 爱宝直接从兮兮秒遍不兮兮 当瑞宝灰宝一同在木床上睡觉时 母爱突然爆棚的爱宝溜达上来 慈爱地将小田瑞抱在怀里贴贴 并一屁股坐在了灰宝身上 光君不愧是莽小五的绯闻女友 两熊就连待遇都一比一复刻 不过有时两姐妹也会联合起来费妈 只见瑞宝牢牢牢抱住爱女士的头 光君则在下面使劲托妈妈的腿 或许是觉得打起来的话顾头不顾 倍感无奈的爱宝直接一屁股坐在桥上 放弃抵抗原地摆烂爱谁谁 看来就算是熊猫妈妈带娃也会崩溃 原来福宝一直没有忘记江爷爷 福宝 只见江爷爷轻声呼唤福宝的名字 福珠珠睡眼朦胧地睁开眼睛 鸣鸣呼呼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 发现是日思夜响的爷爷吼 福宝顿时愣住了 下意识想起身迎接却又觉得是做梦 此时神树瓶突然下起了大雨 看到福宝熟练地走到树洞里避雨 江爷爷既欣为又激动 原本江爷爷还在期待孙女认出自己 可由于雨越下越大 他不得不告别福宝 带着遗憾和不舍暂时离开神树瓶 第二天老江内心多了几分忐忑 这是最后一次和福宝见面的机会 毕竟他只能在中国停留四天 就要赶回韩国给瑞宝辉宝过生日 此时的福宝还在内设等待上班 江爷爷带着期盼小声呼唤他 福宝听到熟悉的声音转头看向外面 像生胖气似的扭过身背对着爷爷 原来福宝早就认出了江爷爷 但或许是埋怨爷爷这么久才来看自己 福宝来到外场后并没有走向对方 而是自顾自躺在床上大口吃气早餐 吃饱后的福宝麻利地爬上假山 在老江的注视下静止走向独木球 似乎在跟爷爷炫耀他的新爬架 分享在新家经历的点点滴滴 随后福宝在老江一声声呼唤中 傲娇地来到墙边跟他排排走 这一刻江爷爷眼里满是福宝 而福宝眼里也只有爷爷 温馨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江爷爷真的要离开了 带着不舍他不停地叙叙叨叨 叮嘱福宝好好生活多吃饭 离开福宝的园区后 江爷爷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 还是忍不住落下了泪 江爷爷把福宝从小带到大 对待他早已当成亲生孩子一般 虽然语言不通 但彼此心灵却相通 都感受到了对方存在的特别和珍贵 因为海外出生的熊猫三岁就要回国 江爷爷希望福宝回国后 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于是费尽心思帮孙女铺好所有的道路 以至于福宝的粉丝遍布全球各地 可以说福宝能有单纯活泼的性格 离不开江宋两位爷爷的暖心呵护 而福宝回国也幸运地遇到了许奶爸 虽然社恐却会真心爱护熊孩子 因为福宝感到喜悦或焦虑时会打滚 而有些游客看到后会激动尖叫 甚至会故意引导扶猪猪翻滚 护独子的许奶爸担心小福出意外 在他出门上班前不停碎碎念 可见无论是许奶爸还是江宋爷爷 对福宝的疼爱都绝对是发自内心 只希望福猪猪能永远幸福快乐 无忧无虑地度过熊生每一天 明明都是国宝大熊猫 为何有的小熊好看 而有的小熊看着就好笑 眼前这只像被屁绷过的小熊 名叫青花是狗狗家族边外成员 而他不仅很有圆润年轻时的神韵 十六比九宽平大脸更是神似梅兰肉肉 因此青花还被网友戏称为肉骨 然而同样是肉嘟嘟的脸蛋 飞云却能成为熊猫圈颜值扛板 圆圆的脑袋轻轻靠在木架上的画面 顿时萌的姨姨们心都化了 飞云不仅正脸好看侧眼也是一举 只见他伸出试探的小手去购胡萝卜 然后优雅地放进嘴里细嚼慢咽 简直满脸都写着漂亮两个字 只能说虽然都是国宝大熊猫 但长相差异还是蛮明显的 如果说飞云是靠无敌的美貌火术圈 那显眼包灵岩则是靠搞笑名扬天下 就是说谁家小熊年纪轻轻就一把年纪 并且当麦麦灵岩同时得到新玩具后 麦公子整只熊坐在杯子里甜惊又可爱 而胖岩非要到这座主打一个与众不同 或许是因为胖岩太能护护玩具 咖啡杯仅上岗四天就光荣牺牲 连带着小粉轮胎也惨遭凶手 对此灵岩表示不怪我是质量不过关 而搞笑能力与胖岩不相上下的 则是熊见牛魔王秦川 不过与破坏王灵岩爱玩玩具不同 秦川喜欢将全身上下裹满泥巴 并均匀地涂抹在墙面上 饲养员见状直接哭晕在厕所 正所谓不是一家熊不进一家门 秦川的弟弟秦华从小就有一把落腮胡 长得像张飞也像李逵外号小口罩 长大后秦华的落腮胡变成了织毛胡须 局里听气的模样 还以为是哪家领导下乡市场 不得不说这要是把秦华和气的放在一起 不知道的还以为秦华才是那个爹 都说能打败萌兰的只有萌兰小时候 小时候的他像极了软萌可爱的玩具公仔 圆圆的脑袋毛茸茸的身体甜甜的小奶婴 不知萌化了多少怡门的少女心 长大后的萌兰更是迷晕万千猫 三分漫不经心三分自信不容 再加上十分帅气有种不怒自威的贵气 真的帅 一个小伙子怎么可以快同这样 如果说萌兰的脸型是标准圆形 那长龙熊猫酷酷则是小扁头 甚至这还是官方海报上面的照片 就是说熊猫的确没有美丑之分 只分好看和好笑 而网友们还知道那些不同风格的熊熊呢 这只在厨房找饺子吃的熊猫 名叫老瞻是一只野生大熊猫 因为平日里一派绅士风度 潘教授给他起名瞻瞳们中文名老瞻 原本老是本分的老瞻 正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 结果就被寻仇的胡子挡住一顿暴走 还把他推下山坡摔得遍体鳞伤 原因是鄙视两岁的胡子为占领地盘 胆大包天的他先是闯入老瞻家里 随后将对方标记过的树皮抠下来扔掉 大摇大摆地在树上留下自己的气味 而老瞻发现家被矛头小肥占领后 一向绅士的他顿时气得火帽三丈 追上去就给这小子一顿胖广 揍得胡子耳朵毛都差劈了 没曾想胡子不仅不反省还很记仇 时隔两年完成密集的他强势归来 直接将老无力的老瞻揍掉了半条路 还把对方的后背咬得鲜血淋漓 好在潘教授团队听到动静及时赶到 将奄奄一息的老瞻救了回去 而胡子则得意洋洋地趴在树上看着 对此老瞻表示这说的是人话吗 回到救助站兽医给他处理伤保 没想到老瞻就算疼到浑身发抖 都一身未坑也没有攻击人类 不过等老瞻身体稍微恢复些 再打针时就不那么配合 有时还会举起爪子威胁兽医 潘教授只好给老瞻端来蜂蜜水 趁他忽吃忽吃喝得入迷的时候下针 为了给老瞻补充营养早日痊愈 工作人员用玉米面奶粉面粉给他蒸发糕吃 可老瞻只吃加了白糖的发糕不然就生气 而他能接受的不甜食物则是饺子和竹子 由于笼子太小也没有室外活动场 潘教授干脆放他在房间内自由活动 好在老瞻性格温顺对两脚兽很友好 甚至路过的狗妃他也不会生气 而老瞻也是一点不把自己当外宣 不仅大咧咧的趴在研究员背上监督工作 到点还跟潘教授要好吃的发糕饺 由于研究所周围一公里的竹子 全进了老瞻的大肚皮里 饺子和发糕则是研究员们的口粮 实在无法负担这只吞金兽 于是等到老瞻伤势痊愈后 潘教授就打开门示意他赶紧回家 可山里没有甜甜的发糕和好吃的饺子 老瞻扭捏捏愣是不肯踏出房门半步 不过当意识到研究员的窘迫后 老瞻破窗而出主动离开了救助站 研究员高兴坏的以为摆脱了破优品 没曾想老瞻晚上又回来讨要发糕吃 就这样他白天出去吃竹子 晚上回来吃饺子发糕 这神仙日子谁看了能不羡慕 潘教授本想给他一针扛到山里 没曾想春天到来老瞻想谈恋爱了 再三拳横下觉得饺子不如妹子香 于是自己跑回山里没再回来 北洞又更新了压压的最新视频 只见长公主扭着湿答答的小屁股 四处张望搜寻被奶爸藏起来的笋笋 随后坐在铁王座旁开心的干饭 两把大刷子耳朵格外显眼 吃完美味的笋笋 鸭宝又去小篮子里找零食吃 结果第一眼就看到了窝窝头 感觉此刻的沉默震耳欲伦 随后长公主扭头冲镜头呲牙 能不能转告厨师少做这玩意 明显看出鸭鸭的脸盘子圆了不少 身上更是圆滚滚难怪窝头不加蜂蜜 紧接着长公主一头创翻手提包 苹果顺着鞋坡咕噜噜地跑了下去 看着手边的窝头压压目光躲闪 干脆直接侧头躲避去追苹果了 果然在自己家就是舒心自在 并且压压整只熊看上去精气神十足 温柔注视镜头的眼神更是治愈人心 仿佛在告诉屏幕外关注她的猫粉 自己过得很好请医们不要担心 而长公主如今的状态 真正诠释了爱会滋养出新的血肉 曾经那个瘦骨鳞熊满场找不到吃的 得了皮肤病却只能疯狂抓挠的脏脏熊 在回国一年后完全像变了一只熊 困扰多年的皮肤病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本不到一百斤的体重增长了几十斤 并且奶爸奶妈每天都会准备惊喜 压压得到了各式各样的风容玩具 有了炫不完的金箍棒笋笋和竹子 苹果胡萝卜更是吃得嘎嘎香 而长公主不仅在物质上得到满足 曾经受伤的心灵也被爱慢慢治愈 当北洞落下第一场血后 压压飞速炫完笋就跑去雪地玩耍 并躺在铁王座上使劲往身上裹糖霜 开心的就连脚丫子都在不停扑腾 玩嗨了的长公主又跑去蹂躏红球 以往舍不得玩的球连绳子都被砍断了 而粉色王八壳更是被压压连环抱摔 果然没有一只熊熊能抗拒血的诱武 感觉冲长公主这个兴奋劲 就算是路过的狗都得被踹上一脚 或许是留恋如今的美好 压压也格外注重养生 每天都沐浴着温暖阳光积极干饭 听着限定版交响乐陶也情操 饭后还不忘在院子里溜达溜达消消时 偶尔和掌握第一手情报的喜鹊朋友聊八卦 午休时会躺在吊床上沉沉睡去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压压也能像这般无忧无虑 做个任性潇洒的胖宝宝